欢迎收看4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花莲强政过后 既然向上海关大楼被判定为围楼 是否拆除重建还是补强续筑 花莲县政府11号晚间 召开上海关大楼灾后建物 落成补强计划说明会 邀请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说明洪黄丹建物 后续耐政补强之过往案例 及其有效性 县长徐政卫表示 县府将全力陪伴乡亲重建家园 花莲强政过后 结案向上海关大楼被判定围楼 是否拆除重建还是补强续筑 花莲县政府11号晚间 召开了山海关大楼灾后建物 若晨补强计划说明会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民众宣导说明 强调这个洪黄丹并不是 它就唯一只有拆除一条路 红丹围楼若决定补强不用拆除 又要续住 居的安全疑虑 说明会上住户透过大楼管委会表达意见与立场 目前的话两派的声音都还是有 有想要做拆掉拆除重建的部分 也有部分人是觉得既然可以补强就补一补就好了 这两部分的意见都有啦 那我们也是有跟县府讨论过 所以还是要让住户们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 就会举行我们的临时区分所有权源会议 凝聚大家的共识 也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两个方案的比较这样子 会中国镇中心详述私有建筑耐政若诚补强计划 以及目前推动计划所面临的困境 并分享花东地区镇后曾进行耐政若诚补强计划的案例 以及有效性 而与会的县长许正卫表示 充建家园刻不容缓 也感谢各界机关单位给予的协助 那现在就是说 现在大家就是回去可能要取得一个共识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补强 那好像是在我们的债的比例 和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可以开始进行 说明会上也有民众反映 若将针对建筑物进行耐政若诚补强计划 相关行政作业程序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实属复杂且繁琐 婚礼县政府则表示 也将全力陪伴相亲提供相关协助 让重建家园的工作能顺利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刘明胜花联市采访报道